中華隊對上義大利背水一戰 而我們台灣的球迷也準備好 要為國家隊來加油打氣 那還是要有信心 剛有去買加油棒 外面買加油棒 對啊 我覺得中華隊今天應該是很有機會啦 跟著喊跟著揮國旗 就算首戰失利 球員們一樣對咱們中華 進而很有信心 甚至還有球迷來吃披薩 希望可以課一下義大利 經典的 經典賽 鳳梨嗎 激怒一下義大利人 球迷吃披薩 義大利面要來為中華隊駐拳 但對手義大利可不是好惹的 台灣英雄們也做好準備 昨天也看了義大利的比賽 確實在一個球隊的系統 或者是一些戰術 或一些氣體都蠻積極的 不過我們這次的先發投手江少慶 過去在中職 常常遭遇開局亂流 這次中華隊投手教練 有幫江少慶調一下嗎 這個不能說今天一定會發生 但我們可以預期如果真的發生 我們後面的投手怎麼去準備 後面的投手怎麼去接力 那當然希望他可以一開場 就有他的主宰力 中華隊能用的投手 這場比賽都會待命 全隊將士用命 勢必得搶下勝利 保住晉級發強的機會 環宇新聞林委屈李鼎強 台中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 會否結合 中華隊動員 十分之一 中華隊動員 感谢观看